我是袁華 其實我的真名就是用計字 在香港出生的 在香港成長 我學的東西全部都是跟我師父的 我師父是醫佔員 以前粵語片有個女明星是打星來的 都是我師父的女兒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功夫 就想找人學師 拜師父 找了女明星的師父去醫院 我開始學經劇大概七歲八歲 我入門 我入了學師已經有紅金寶 還沒有成龍 袁彪也沒有 袁彪也沒有 袁彪也比我早 後面就是成龍 袁彪 這些是觀眾所認識的 訓練的方式就是我們 我們早上七點起床 八點鐘吃早餐 九點鐘開始練習 練到練功夫 什麼都練 我們演戲裡面的很多功架的東西 翻筋斗 浪腿 金雞獨立 島樹蔥 都是那幾個小時練的 練到大概十二點 就休息 跟著就一點放吃飯 吃到兩點 跟著兩點後又開始 做其他事情 未做完的那些事情 再繼續做 做到吃晚飯 吃完晚飯之後 怎麼說 他們晚上就不用練了 唱 做經劇當然要唱 練喉嚨 到九點鐘就開始睡覺了 有什麼選擇呢 不是容易的 現在來說 真的 自己父母都不會讓子女去學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辛苦的 那時候沒有辦法 那時候是 多少年代 我小的時候大概 五六十年代 那時候香港的社會環境都不是那麼好的 家裡的子女多 父母看我不行了 管我不行了 你跟一個師傅學功夫 這麼喜歡功夫 你去學功夫 不要在家裡佼佼鎮 我又不讀書 又不喜歡上學 你去學功夫 就跟了師傅學功夫 那時候差不多十歲左右都有的 即是那些同聲的 以前那些粵語片 有些同聲的 就叫我們師傅 叫那些學生去幫忙拍戲 那樣的 七小福是不止七個的 有一個不舒服病了 你給六個人 給六個人 那就變了六小福 兩個病了就五個 那什麼叫七小福 七小福是一個招牌名來的 一定是七個的 我們有後備的 好像足球那樣 足球 甚至是排球 什麼球類都有後備的 這個不舒服的 後備相 這個不舒服的後備相 總之永遠都是給七個人 如果同一時間 兩邊都要做 即是有事要做的 這邊又要七個 那邊要七個 時間是一樣的 那怎麼辦 那就唯有 再多出七個出來 即是變成十四個 即是兩邊都可以做 即是不止的 我們七個是一個名 現在被人知道七小福 是銀幕上 觀眾認識那幾個 都是七小福裏面的 當然是 那些都是七小福 但沒有人認識的 如果和邵氏合作 那時候小時候都有 即是我在師父學東西 那時候都有 在邵氏 譬如做一些女生替身 做其他的替身 那樣 畢了業出來 即是學滿師 我們學師 學了十年 畢了業出來 就是跟一些 以前師父的老師 跟去電影裏面 邵氏也有 外面有 幾個地方都有的 那時候大概 我出來做 那時候大概 都十六歲 十四五歲都開始出來做 師父派的 就是那些人來找 喂 你有沒有一些 功夫好一點的 徒弟仔 想找他拍戲 那師父說 師父推薦的 這個去吧 這個去吧 派我們去的 不是我們自己說要去的 當時的動作風格 就不同現在那些 當時風格就是 你懂得打 就是怎麼說 刀劍那些 那時候還沒有流行 什麼功夫拳腳的 多數是刀劍片 就是武俠片那些 就是要跳啊 翻啊 就是有時候 威也 就是飛啊那些 就是沒有 怎麼說 沒有拳腳功夫 那些被人看到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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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流星湖蝶劍》開始 一路打後 都是 他一部戲都幾乎有 和他合作的 還沒有十幾年 我記得 《流星湖蝶劍》開始 一路打後 全部都是和彩原拍的 就是合作了十幾年 和彩原 現在講幾套呢 《流星湖蝶劍劍》 《蝙蝠傳奇》 《原業灣刀》 還有這個 什麼 記不起 《天涯明月刀》 《天涯明月刀》 《天涯明月刀》是有的 《迪龍》的那個是 《天涯明月刀》 他坐完導演的方式 是為美派的 很漂亮的 就是做一些動作 很柔、很美的 他的故事比較著重的是 願意、漂亮 《普林 寮 MK的天涯是 wine》 當時拍攝的情況 天氣比較凍 打起來 有時候的刀ường 他的是懂得功夫的 打起來有時我替羅列打敵龍 冬天的時候刀撞到手,哇,很死痛 這些刀經常都會斷,因為敵龍很大力 一撐起來實雅實似,刀都會斷 羅列那些是翹上手,我替他的 到時候,反過來我打羅列 我看敵龍打羅列 羅列比較沒有那麼大力,比較容易合作 敵龍那些人物,例如造型 每個人都出來的造型很殺食,出來很漂亮 加上這些動作,就變成另一種潮流 由敵龍那個叫什麼刀 天涯明月刀 因為敵龍本身是懂功夫的 做出來的動作會好看很多 帶起了另一個潮流,天涯明月刀 不是,他是一個武打演員,敵龍 他不會,怎麼說 他不會是一個,不是不懂得打的,他是懂得打的 他很勤力的,經常都去研究功夫那些東西 他應該是可以打的 工作故事 他經常是很聰明的,縮骨的 有些動作較爛的 你穿衣服幫我做吧 你做吧 我經常學,怎麼說 他很懶 他比較是,怎麼說 日子久了 已經是很隨便,很柔的 有些動作,你穿衣服幫我做吧 有時他會去台灣拍 台灣戲,兩邊走 有時那些文氣甚至什麼 都叫我穿衣服幫他做 不過我背部和敵龍說對白 做了戲 就是這樣 一天大概做 好像是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如果接兩個 可能要,怎麼說 不都是就的 就是每一組戲 是十個小時而已 我做,替身做動作 我做完那些動作之後 沒有其他動作做 我可以去那邊做 就是這樣的 時間可以就的,兩邊 差不多當是家裡了 家裡的時間 覺得是怎麼說 短過 短過是工作時間 就是工作時間 長過是家裡的了 就是好像 我結婚了 我回家呢 我的子女正在睡覺 到我醒了 我的子女上學了 到我醒了 又不見他們 他們見我 我就見不到他們 他們睡醒了 就上學 我就睡覺 就是這樣 現在的武打的戲 就是香港的投資者 就是拿不到錢出來拍的了 因為拍動作片 武打片 拳腳片 是很浪費時間的 現在唯有可以拍的 全部都去了荷里活了 香港沒有的了 可以說 全部去了荷里活拍了 就算是成龍回來拍 拍了都會是荷里活 美國那邊做 就是做宣傳 各樣都是以美國的市場去看的了 香港的市場呢 拍那個時間又長 功夫動作片時間又長 可能出去做完那個市場回來收回的錢 未必收到那麼多 所以沒有人敢投資 就唯有荷里活拍到這個動作片 當然 它有這麼大的資金 還有這麼多的技術人才 還有科技 特技 各樣都配合到 出來會比較好 好過現在香港的動作片 不打的風格 完全是有特技幫他們 還有威也 還有它的效果 都做得非常之好 但是香港做不到 那個現狀是人家給得到錢 而香港給不到錢 給不到那些錢出來拍動作 而荷里活給到這個錢出來拍動作 現在 在荷里活來講 拍動作的預算 我們香港 當回香港這樣算 美國覺得預算是很小的 最難忘 最 就是 跳直升機 就是 直升機跳到海裡 就是替一個人 是直升機 其實是飛機來的 後來再接是一架直升機 拿著兩箱白粉 要跳到海裡 就是被人追蹤的時候 跳到海裡 那些水壓很厲害 下到水底 那個胸口不知為何 好像有一個大鐵錘 都在胸口撞過來 嘩 感覺很難受 結果上到水面 講不到話 兩個小時都講不到話 叫人去大會堂那裡 那些酒吧那裡 製兩瓶白蘭地 喝了下去 嘩 就是讓那些血痕一點 結果那條頸腫了 麵好像一個 發水麵包一樣 腫了 最難忘那次 還有其他的 嘩 很危險 那次 替劉詠 我記得 在地室 地洞裡跳出來 羅列就拿一支浪三竹 那套戲叫做什麼 人皮燈籠 我記得 他拿一支浪三的竹 被批尖了 我一跳出來 他就飛竹 插過來 那條竹 是用橡筋威也射出去的 我一跳一看 一看一看一看一支 我就閃開 誰知道我一跳上來 那支粥 到我眼前 我看 嘩 反應要發 一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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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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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在背後面 其實是下面的人 所以人們以為 他在鴿仔底進入了 插進去 有這麼多 其實就是 雷扒了一個位 插在背部的雞翼位 插進去 插進去 插著 威也拉了半空中半天跳 插著一支粥在那裡 插著一支粥 好像被人射中了 整個場 整個現場都靜了 沒有人出聲 慢慢放我下來 以為我死定了 這支粥插進去 心口裡 放下 其實只會拔出來 只有這麼多 我說不要拔啊 拔啊 放血 整個身都被避開了 叫人鋸短 拿著一支粥去醫院 我怕放了出來 吼吼吼的聲音 流血流得多了 結果呢 又去到醫院 拔出來 進去那麼多 我逢了幾針半隻 那次真的是難忘 那次真的是害怕 那支粥這樣對過來 我不使 這樣進去 進去就要出了 真粥來的 那時候就是 拍戲的時候 沒有想到 那個 怎麼說 安全的事情 其實原來放片出來看 是不覺得一支粥的 你隨時找那些 人家的那些燈子 包那些燈子 那支支筒 那支支筒 飛過去都可以的 其實 這些就是經驗了 自己試過一次 將來不會再有第二次 那次真的很危險 其實我也有想過的 我家人說不要做這行 很危險 我心想 危險兩個字很難界定 譬如說 我走到街上 上面的冷氣機 掉下來 摘死我 有個人跳樓下來 又可以摘死我 這些事情 講不完的 你說危險 我走到街上 車失控 撞過來 你都不知道的 現在我們做的危險 是知道是危險 但是要自己去避免危險 但是那些在街上 不知道危險的 被人撞到 或者被人撞死 其實都是一個 很難界定 這麼危險 我都要去做 其實就是 那份是我的工作 你知道是危險 但是怎樣去避免危險 就是這件事最重要 謝謝 謝謝 對 走吧